我要把你戴上去咯 这样有声音的吗 有 小兄妹两人 两边耳朵都植入人工耳光 那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声音 融缩在这22个频道里面 然后去分别去调整 就是低频到高频 然后每个去调整 适合这个个案的电流量 它在哪里 它在哪里 不可以进去 不可以进去 用声的话 它是出生的时候 新生的筛检就没有 听力就没有过 我们现在知道说 会跟听力有关的基因 可能有200多个 基因的突变 就是我们叫做听力损失 就是听损基因 或者叫耳聋基因 其中潜亭导水管扩大症 是隐性基因遗传 虽然爸妈听力正常 但是两人都带有隐性基因 当两个等位基因都是突变 就会表现出听力损失 小孩有四分之一的 几率听损 就这么巧 他们生了一对儿女 都出现在这个几率里面 潜亭导水管扩大症 那特别就是说 它在随着一些 外在的一些环境 譬如说感冒 或是跌倒 它的听力会形成 一个阶梯式的下降 妹妹的时候 有特别留意她 然后所以她出生 那个听生 新生的筛点 有通过的时候 我们是还蛮就是有放松 松了一口气 对 对啊 可是叔叔之后来还是一样 就我们他们的那个基因都是一样的 分子医学和人体基因解盲 有助评估日后听力发展 未来孩子长大也可作为 和配偶的生育参考 我们可以避免这样子的 有这个耳荣基因突变的家庭 他们在产生这个听力损失的下一代 基因遗传或病毒感染 甚至是化疗造成的伤害 只要还有听神经 而听损问题又是出在耳瓜 都有机会靠植入人工耳瓜 恢复听力 电子耳它是一个电子 它是将一个电子伸到我们耳瓜里面去 直接电子我们的耳瓜里面的细胞 它产生听觉 刚装的时候他们还在适应 而且就像我们正常小孩子学 听不见就无从模仿 有了人工耳瓜之后 又盛和乡琴学会弹琴 线上学英文沟通无障碍 家长一开始都会觉得很愧疚 听力也很重要 然后家长介入也很重要 妈妈其实已经很加油 他们已经熬过来了 对啊 以前很辛苦 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棒 耳瓜在刚出生时就长成三公分 不会随着年龄再长大 这小小耳瓜影响着听力 影响着一生的学习发展 而精进人工耳瓜的研究 就像是一场三公分的试炼